老大的長度還是 長過老 二的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騎射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442集的節目 每次B站上面的自動生成字幕 都會把胡福騎射 這四個字翻成各種千奇百怪的字幕 我不知道這一集會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大家可以Focus關注一下 今天給大家做的是 小比利玩具當中 New Edge所推出的鑽石總司令 自由與正義的守護者 集裝箱部分變成移動基地 這看起來就非常沒有任何隔閡的 語言上的隔閡 傳說中的司令官完成 卡車部分變成機器人 集裝箱部分變成移動基地 而且是繁體字版 我真的覺得這個 從來沒有讓我失望 非常有趣的包裝盒 那內容物的話呢 它是以卡車的形態作為包裝 那它有一些小配件 其中我要特別提一下 網路上呢 我有找到有一個外國的玩家 他是誰 他呢分享的時候呢 有一張人物卡 但其實裡頭玩具是沒有附人物卡的 所以呢大家不要誤會 這款玩具是你遺漏了人物卡的部分 那先前的話呢 也給大家分享過這個戰鬥馬格納斯 兩個的車頭看起來呢 非常的接近 我本來以為會是頭模 但後來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腿部造型是不同的 因此呢 這兩款其實是有小改模 而我直接了當的可以告訴各位 這兩個 單看車頭的話呢 變形的話呢 這一款鑽石司令官 會比這個戰鬥馬格納斯呢 還要再更加的精彩 腿部的變形呢 更加的乾淨俐落啊 直接了當的 在這邊的話呢 先給了這麼一個結論 然後 招牌的一個貨櫃 那這是先前的這個戰鬥 的這個後面的這個貨櫃 你這樣一比較 有沒有發現 總長度的話呢 還是 老大的長度還是 長過老 二的 嗯 那可能這個結局不是你要 可能很多人希望老二長過老大吧 那推車的滾動性的話呢 這款也非常的好 全部的輪子呢 都能夠著地 那我們的話呢 由於先前是介紹過 戰鬥馬格納斯嘛 那所以這一騎的話呢 我們就用車子來做一個開場 附帶的這個小滾珠的話呢 它的後面這個地方 一樣是一個變形的一個小結構的 這裡就出現一個洞 然後就可以跟這個貨櫃的話呢 做一個組合 各位可以看到了啊 這個腿部的造型啊 其實跟戰鬥馬格納斯不太一樣 嚴格來說 它這個車尾其實並不好看 然後整個後面車體也是過長 它的另外一個缺點 一口氣講完好了 就上方這個水波紋 實在是有點多 而且它這個 看到這個這個這個形狀了吧 這個有點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缺陷啊 摸起來是平的了啊 但看起來好像這個衣服沒有燙好的樣子啊 那可能有一些人不能忍 那沒關係你不能忍 我也只能說 那你就不能忍吧 呵呵 那麼它的這個小滾珠啊 那一樣完全可以取代這個卡車頭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貨櫃裡頭呢 自然的話呢 有的一些機關的話呢 啊我們能想到的機關 它大概都有了啊 這個地方再給翻折一下 這裡也是這樣翻折一下 那這個小滾珠就可以拿開了啊 那前方這裡一樣的 是只有這個可以支撑的這個腳架的部分 可以把它給扣出來 這樣子可以放得非常的穩固 非常的穩固 然後車子的一個後方 可以看到一下那個細節 一樣是可以打開的啊 打開 然後呢這個 它並不是這樣抽出來 它只能夠從這個地方 透過一個敲敲板的方式呢 把它給推出來 整個推到這邊之後 再把它給扣出來 就放下 就可以有一個車子的一個 可以把這個小比例的 他們自己家的這個飛過山 可以從裡頭 叫情報員嗎 還叫什麼 還什麼什麼偵察員 這樣 然後就 這個坡很順 就可以把它給滑下來了 那麼它的一個內部的話呢 可以看到 這樣子看 細節還是滿滿啊 非常的不賴 那麼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裡頭呢 也不意外的出現了 我們都知道的這些 這些裝置啊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 給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調整 如此 翻出來 這個地方 一樣是有一個 基本的可動的球關 那這裡有一個透明部件 漂亮的藍色 好 然後沒有裡頭的這個細節啊 可以看一下 還是很多啊 還蠻用心的做這個細節的部分的 那麼呢 它的這個上方的這一塊部分啊 這個按照說明書的一個說法的話呢 它是可以拔下來的啊 從這個地方 把它給整個可以拔下來 然後車底的話呢 這個地方啊 一樣可以把它給取下來 然後它是可以這樣 就凸對凸凹凹凹凹凹 扣起來 就會變成是一個 也是也是一個 這個我 因為這個有貨櫃的 這個OP的話呢 我就MP10 那MP10的話呢 是沒有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結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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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算是有點有點 新的一個小小誠意啊 就給各位做個簡單的分享 這個如果不是看說明書的話呢 我還真的不會去發現這一點 然後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本體咯 本體 小比例的玩具 如果跟官方的DELUXE等級相比 大概也就小一點啊 大概也就是核心級 現在的核心級 以前叫做COMMENDER CLASS的大小 然後可以看一下 漆面還算不賴 然後有漂亮的透明擋風玻璃 那嚴格來講 車型並不好看啊 特別是後面這一段 對不對 很長腳掌這個地方 比較大 那麼但是呢 你加上貨櫃啊 加上貨櫃就是 氣勢就是很不爛 那我們就 再給各位看一下 他迷人的一個 貨櫃的一個姿態 那這個組合上去啊 這個 內部的東西的話 我們先不裝 也是可以 這個 每次啊 這個出發的時候呢 都是要 有一個貨櫃 這個這樣扣了就很緊 可以看得出來啊 就 我這樣子直接這樣子去 把玩的話 其實它是很耐得住 很耐得住 我們這樣去折騰的 因此 我對它的一個 用料啊什麼的話呢 我是給予比較高的分數的啊 那也直接了當了 給各位做一個直觀的一個 觀賞 這樣子就把這個部分 遮起來 所以它最難看的部分 都把它遮起來了 行 那接下來 我們就給各位分享 它的一個變形過程啊 它的這個 腳的一個變形的話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 首先的話呢 它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卡扣的 把它給鬆開來 這個地方 塗根然後鬆開 然後怎麼做呢 這裡 腳掌先翻著180度好的 然後兩腳呢 從側邊這裡 先把它做一個分開 然後兩腳 從前做一個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也翻出來 接下來我們做幾個部分的翻折啊 你要由下轉上去也可以 上轉下也可以啊 那我們就先翻折這個部分 然後再翻折 這個這樣跳起來之後 再翻折這個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 它的一個腿部的一個組合了啊 這個地方折進來 然後往內 放進來 放進來 放進來的時候呢 看到沒有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凸的 對應那一側 還有一個洞在這邊 我們把這個腳這裡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組合 把它給扣上去 好 然後這個部件往上推了 這個部分的話呢 再翻折180度過來 那這裡的話 有一個部件是這一塊 就是原本扣貨櫃的這一塊 透過這個轉折的話呢 把它給轉到內側去 然後這個地方 就包覆過來 就包過來 然後從這個地方 把它給壓下去 那就可以了 這裡 用力的給它壓下去 不怕的 然後這個腳掌 後面這個地方 要把它給翻出來 這樣子 它的一個腳的話呢 才能夠順利的 收在這裡頭 這個腿已經變完了 不知不覺就變完了 對不對 那我們的話呢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先把這個地方 解開 解開 然後銀色的部件這裡解開 接下來就翻折這裡 再翻折這裡 你當然順時針 逆時針轉都可以啦 反正都是可以的 然後腳後跟這一塊 記得翻出來 好到這邊 轉到前面來 當然還有一個地方要折啦 就是後面這一塊 對 好我們先把所有的大翻折都翻完了 你要記得有三個大迴旋 這裡 這裡還有後面這裡 這三個地方都翻折 然後呢這個地方 油箱翻到內側來 這裡有個凸 那內側有個洞 把它給扣上去 這樣子 扣上去 然後這一次 往下 過來 然後對著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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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部件 把它給往內翻進來 可以說是記憶點很強啊 記憶點很強 下半身的這個改模 我是夫妻啊 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 這樣一來 它的一個下半身就變形完成了 上半身的變形也是一樣啊 就基本上是跟之前的那個 戰鬥馬格納斯是差不多的 這個地方呢 把它給翻折過來 這裡記得這個雙筒關節啊 是要把它給整個打平了之後 再往下折下來 然後腰身的話呢 記得翻折180度 從這個地方捏下去 這個地方捏下去 這個地方捏下去 這個地方的結構呢 就破壞了 兩側的側門 可以打開 手的話呢 很簡單啊 就從內往外 把它給往外摳出去就可以了 從這個地方把它給整個翻出來 它的手啊 在變形成貨車的時候呢 是逆折的啊 是逆折的 這個地方 它的內側 是有一個凸 跟這個洞是結合的 所以把往外摳往外摳 扣一點點就可以了 翻出來 這個地方 不僅把它翻進去 再來的話呢 整個布丁先把它給打開 我們先做什麼動作呢 先把這個手部啊 這個地方 翻折 翻到前面來 到這邊 對不對 透過這個 槓桿啊 就是一個 也算吧 也算一個槓桿 把它轉到前面來 然後手部先把它給打平 方便我們做一個變形啊 再來的話呢 怎麼做呢 把這一塊布件 往上翻起來之後 翻起來之後 這個地方 往內摺進去 這個布件再摺進來 這裡一樣 翻過來 再摺進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給往內摺進去 從這個地方 把它給 整個的摺到這裡面來 那當然是要躲過這一塊 銀色的布件啊 但其實它也 不至於說妨礙到太多了 不至於妨礙到太多 到這邊 把它給往內 放進來 好 推進來了 那這個時候你發現 頭還沒拔出來 對頭這個時候在拔 其實也不影響 也是不影響的 到這邊 把它給 頭部 給翻出來 到這邊 扣出來 然後再把它反折回去啊 這個布件是要反折回去的 這個背包 我們可以最後 算了 先整理吧 先整理吧 其實這個造型 因為我們對 這個OP的一個形象啊 都是比較熟悉啊 所以再變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裡就是 把這個布件 拉出來之後 先翻折 這個部分 再把它整個的 上下做一個翻轉 到這邊 我們把它轉到上面 就是大家很抱怨的啊 說這個胸部啊 超厚啊 就是它一個 可能大家比較 不能接受的一個點 然後這個地方 輪胎這個地方 就翻折180度 這個地方往後放 折進來 這個輪胎呢 就塞到那一側這個 縫隙去了 整個變形呢 是非常行雲流水的 而且是 我只能說這個是 大師級的一個設計 非常妙 非常讚啊 這個地方 把它給塞進去 好的 那手臂自然的 放下來 最後這個部件 往內折進來 到這邊 兩個半圓形的部件 稍微做個簡單的調整 然後 不要讓它沾得太娘炮 這個手臂啊 是轉到這個方向啊 這個 拳頭記得轉正 拳頭的話呢 我在變形成車的時候呢 會把它反折180度 那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總而言之 總之 這一款鑽石司令官 從卡車呢 到人形的變形過程呢 就算是打工告成了 在非常精彩的變形過程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人形狀態 那這是它跟貨櫃之間的一個比例 看起來應該還蠻OK吧 然後它的一些小配件 我們就簡單做個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拿進一點看 它裡頭是一個 這個金屬製的金屬模塊 那我就不拿出來 因為比較小啊 塞進去有點 要稍微專注力高一點 然後它的一個替換部件的話呢 有一個是這個手掌 這個手掌的話呢 它是有一個翻折 內外翻折的 我相信是為了要方便 我們做掀開胸部 甲咒來做的一個設計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一個拳頭 那裡頭有一個洞 然後握住武器的 那另外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手指往天指的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不特別做一個替換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斧頭 能量斧 這個都是拔插之後 安裝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領導模塊的話呢 平常是不太會掉出來的 你即使把胸口打開 它也不太容易去掉出來 然後單手持槍 然後將這個稍微旋轉一個角度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拖著一個槍的感覺 非常好看 那麼這一款OP的這個腿部的配色是白色 我個人感覺就還蠻好看的 我好像手邊沒 因為我沒有MP14吧 這個配色什麼的 感覺應該是比較像3.0的一個配色的版本 身上的線條也做的相當的相當的好看 但是我感覺這個頭是不是有點偏大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要講到這個比例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款 NA的鑽石司令官 跟魔方的這個OP相比 魔方的這個體型的話呢 其實單純就體型來看這一款 我是比較喜歡這個感覺 更大更壯 那這個硬傷 就是它的一個胸口太厚的毛病啊 這個相比掉之下 就會非常的明顯了 但是如果你要以變形的巧妙度的話呢 NA這款其實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自家等比例的這個Megatron 跟它放在一起 這個身高比例應該也是蠻協調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他們自己 比例最小的這個 這個是情報員還是什麼什麼什麼偵察員 放在一起 這個比例看上去 反正是自家比例應該配起來也是蠻OK的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一個可動度 可動度算是非常好 小比例玩具的話呢 做成這樣 我只能我也是認了啊 就是這個忍不忍不住 我今天突然冒出一句話 就是之前不是有一句非常經典的 一句台詞嘛 叫做變形金剛的玩具呢 越做越精彩啊 我覺得啊 這個以前是拿來 這個是變形金剛的 第二集啊第三集的時代呢 這個祖師爺說的那麼一句話啊 現在的話呢 好像必須要用在這個 至少吧 我覺得用在NA這一家玩具身上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還是說的過去的啊 非常非常的不賴 連續幾個玩具這樣玩下來啊 確實感覺得到他們的一個東西啊 真的是越做越精彩啊 這款我算是拿了幾拿到了幾天 特別花了一點時間啊 把他認真啊 靜下心來啊 去把玩了一下啊 就他的一個人物的 即使是人型啊 變形啊 車型啊 還有他的一些配件啊 什麼的啊 就整個的話呢 靜下心 然後把他把玩了一下啊 這個使用了 他使用的是變形金剛 這個IP裡頭最最最最最精彩 的一個造型 最最最受歡迎的人物的一個造型 然後這一套套組的話呢 我覺得蠻值得珍藏的啊 以這個第三方的玩具來說 這是屬於非常精彩的一款啊 那就利用這一集 花了一點時間 跟大家進行一個分享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樂隊 嘻哩 文字幕容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